哈囉大家好我們再一次的回來神奇寶貝生存了 這一次我們已經把房子也蓋好了 記上一集我們只蓋了一半之後 我們這一次把它給完善了 並且周邊也差不多都已經把它給搞定了 然後 然後人呢 粉魚 粉魚你躲在這裡幹什麼 粉魚你去茅坑幹嘛 而且那個是兒童廁所 進錯了啦 什麼 粉魚他也是兒童嗎 而且裡面還沒有什麼裝 還沒有什麼裝飾啊 對啊 就是完全看不出來是廁所 對啊 你要在這邊上什麼廁所 就是兒童廁所啊 你為什麼要拿著劍 你想威脅誰 這個是女廁所 為什麼 為什麼兒童還要跟男廁女廁分開的 因為兒童 嗯 會有爸爸媽媽帶進去啊 對啊 對啊 好吧 房子蓋好了 我們帶大家好好好的先來看一下我們的 生存所住的房子什麼 好對的 給大家看清楚了 大家好 我是祥林 祥是祥林的祥 林是祥林的林 大家記住了 祥奇再也不要出現了 不要再叫錯我的名詞了 對啊我們一進來之後 這邊有附魔台啦 可以30級附魔啦 石廚 欸石廚不能附魔的嗎 對啊不能附魔 石膏 鐵除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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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石膏可以附魔石廚不能附魔 跟你說啦 鐵除就可以了 好吧 然後這下面可以看到我們的造極 哈哈哈哈 可是有巨高證人怎麼辦 不會的 下面是誰摔不死 好沒關係我們都沒有巨高證 這邊還有 而且一般 就我們會在下面偷窺熊龍 因為那是女神嘛 有粉魚的房間跟大城池的房間喔 可以來看一下 大城池的房間 這畫不能鑽的 對 然後就是粉魚的房間 粉魚的房間非常的大 還有很多是書櫃 書櫃很容易弄打 那麼多牛皮 旁邊這邊的話 是上廁所的地方 這是馬桶 旁邊還有這個廁紙 然後還可以洗澡 洗澡是淋浴的 是的 走 再到樓上去 廁所要隨手關門 樓上去 這邊的房間就 沒什麼特別的安排跟規劃 大家是隨便亂睡的阿 隨便睡 隨便亂睡 你們過著多多糜爛的生活阿 喝醉了可以直接睡了嗎 這邊可以 這邊就是天台嘛 那個陽台阿 天台陽台隨便阿 然後 可以看見我們那邊 中央一個噴泉嗎 非常完美的一個社區 大家覺得如何 很爛 很好阿 還是 點讚好嗎 我不知道 然後那個農田那邊 現在問哪知道 真是哪 農田那邊 我們上面也把它圍起來了 上面是用花架 然後把它圍起來 就是怕有神奇寶貝會飛進去 蛤 就是怕有神奇寶貝會飛進去 會摔死的 但是我發現那個神奇寶貝它自己會 會刷掉的 會刷進去的阿 所以好像我們上面把它圍起來沒有用 欸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外牆可以做成跑酷啦 就從上面跑下來 怎樣不掉血 蛤 神奇寶 何必阿 對啊 好啦這就是我們的 那個東西都蓋完了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其實大家也都有在提醒我說 我少弄了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化石清洗機 這個是 咳..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說 他 癢疼 培養 培養士吧 我我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大家會在 礦坑裡面會挖到一個東西 它叫做 Covered Fossil 不知道是怎麼念 我也忘了 你會把它丟進去 它就開始旋轉 欸 小龍你為什麼要站在這東西的上面 為什麼小龍不跟著轉呢 然後牠會清洗喔 牠清洗完畢 先給大家看 我左邊的神奇寶貝這邊有一隻 等級只有1喔 就是這傢伙 好小隻 對啊 欸 剛剛那個化石誰拿走了 不在我這 小龍 小龍交出來 啊 我沒有喔 只有我這 啊 小龍在裝死 啊 卡BUG了 他出來了 你看 出來了 他出來了 右鍵一下 牠莫名其妙就出來了 你後面 好了 這一個然後你再對牠點右鍵 牠就進去了 這邊你要等牠到100%的時候 牠就會有一個神奇寶貝 然後你就塞一顆寶貝球進去 然後你再把你的位置 呃 留一格 然後再點右鍵就可以把牠拿出來了 你看目前現在裡面都沒有東西了 可是當那個數字越來越大 你會慢慢地看見裡面會有一個東西跑出來 可以 哎呀 我卡在裡面了 蛤 粉魚要跑出來啦 好了 好了 可以收服粉魚嗎 我要收服粉魚 現在才15% 我也是看 牠這個其實滿滿的 而且 要出來 出來小龍呢 這個東西是 呃 這個清洗 清洗機是可以直接製作的 然後怎麼製作的話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 時間點 好像材料不夠喔 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夠 打平它 OK 暫時先這樣就好啦 這個東西 欸 這樣六個 然後還要紅石粉跟玻璃 玻璃片 首先上面先用六片這個 然後這樣就可以清洗機就可以出來了 然後旁邊這個 因為合成上比較麻煩啦 它要分就是上面 上面要一個東西 然後下面一個東西 然後中間一個東西 然後右邊再一個東西 它合成上比較麻煩 所以 這個合成表 大家可以去大家的官網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 欸 看到沒有 裡面有個小 裡面有個小生物 牠就會慢慢的長大 你們可以靠近一點看 超小的這個 我要看粉魚 看到了 這是小龍的小火龍嗎 它會越來越大隻啊 欸它就變大隻了 比剛剛還大隻了 它會越來越大隻 它有在變大 有在變大 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大 對啊 這種化石就是大家在 那個 挖礦的時候會挖到 在20層到50層這中間 你會挖到這個化石 那我們這集去挖化石吧 全部都會挖化石嗎 化石的形式 可以啊 好像總共有9種吧 喔 對啊 我們目前就只挖到了 1種 3個 3個出來 我們挖了3個出來 變大了 要比小龍的噴火龍大了 我把另外一個人拿來清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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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滴我的刀 嗯 你丟出來比一比 已經被你給虐待成什麼樣子了 每當說起大小的時候 我總要丟出一支 我最愛的神奇寶貝來 躺在它的肚子上很舒服 對啊 超舒服 然後我們要準備一顆寶貝球 但是你看它笑咪咪的多可愛 然後 把自己身上的空間弄出一格 然後等一下就來 你可以啦 把它給弄起來 不過要等到100 欸快了快了 欸寶貝球怎麼已經被放過去了 誰放的 我放的啊 大概是我放的 你去拿就好啦 你去拿就好 好吧 97 98 99 就 100 然後它會說 把它給拿出來喔 你就對它點右鍵 好像就可以拿出來了 欸拿出來了 對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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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旁邊這是什麼東西 鼻小火龍 腰搭 胎盤 欸旁邊怎麼會有這個東西的 胎盤 喔喔喔喔喔喔 就是我剛剛放進去的啊 就是剛剛清洗完然後放進去的那個啊 然後看它又是哪一隻 哇 為什麼這隻變成了羅馬不羅馬的耶 不開興 這一隻我好像也有看過它耶 它好像是等級30的時候會進化 就這兩個好 就 跟我剛剛的這一隻啊 他們兩個好像是同一個世代的 隨便了 這一隻怎麼這麼奇怪的啊 它怎麼是球狀的 沒有卡比獸 野生卡比獸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邊圍觀這一隻神奇寶貝 你在幹嘛啊 我又沒有在圍觀 我們在看 見證生命的奇蹟嗎 剛才還很大 怎麼現在這麼小啊 欸怎麼突然變小了 這是逆生長嗎 蛤 逆生長 你以為是林志穎嗎 它沒了 要沒了 欸它怎麼縮小了 沒了 還是 難道它會失敗的嗎 難道它會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化石翼龍啊 這一個是化石翼龍耶 欸這個好玩 它變大了 翼龍 欸這個我收了 蛤我要收集圖鑑啦 等一下跟你換嘛 你看 翔林每次都 用這種 唉 幹嘛這樣 翔林 翔林為了收集圖鑑 還用了一些 為人所不齒的手段 什麼手段 比如說把她 把她的女兒騙進來 然後所用她選捷尼龜 才沒有 對我這邊覺得是水盡龜 是 化石翼龍 怎麼這麼大隻阿 它等一下會不會把這個 遺棄給弄爆掉阿 不會啦 你以為是你阿 天阿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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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蝴蝶貝王 functionality? 蝴蝶雅的聲音 蝴蝶勾ança 蝴蝶貝王iya 蝴蝶這個後來 蝴蝶我 嘴巴也出來了 嘴巴也出來了 天哪已經要整個擊爆了 這已經算是 作者真的算是一個bug嗎 彌補小龍 彌補小龍 沒有大隻神奇寶貝的遺憾 他有的吧 他怎麼沒有大隻的 我看有多大隻 丟出來 幹嘛 喔好吧說回去 那啊 為什麼 你選什麼青蛙花 你選什麼青蛙花 還叫我放入那個寶貝球 就放進去然後再 點右鍵就拿出來了 你看 這是我的 快看看 什麼點 丟到外面就好 丟到外面 超級失望 不能飛 我也有啊 我有比你的大隻 讓我飛一下 快下來 蠢貨 這個等級1的而已 就這樣子 等級1的就叫虐待他不太好吧 化石翼龍 你不是都虐待過了 還講不要虐待他 這個等級1 剛才飛上去的是誰 剛才飛上去的是誰 是九龍 好啦誰要這一隻啊 誰要這一隻 我跟他換了 隨便了 給小龍吧 念在他沒有 沒有大隻神奇寶貝的份上 喔 又打雷了 再來是這個風雨交加的夜晚 我沒有化石翼龍 你怎麼拿波波跟我換啊 好啦好啦好啦 給你換給你換 我不需要波波 你需要什麼啊 我給你換 我想 你們有的我大概差不多都有啊 沒有欸 那個粉魚 粉魚好像有抓到一隻那個企鵝了 啊 對 是粉魚的本命企鵝嗎 是粉魚的本命企鵝嗎 就他那原來那隻企鵝啊 對啊就他本命企鵝 你太壞了 打這個主意 我要給他哈克龍欸 哈克龍能幹嘛 哈克龍能進化成快龍 也是一隻蠻大隻的 能飛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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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能飛啦 算了那我就TP吧 欸怎麼取消了 欸換完了 欸換完了 喔換完了 耶我有這隻小企鵝了 真討厭 而且 我突然發現不知道誰打到的 有一個人他打boss 然後打到一個經驗機 知足吧 經驗機 經驗機就是 你給他 配戴在神奇寶貝身上 然後 他不用出戰 他也可以分享到那個經驗值 這麼好 對啊 快給我 快給我 我要裝在我的 練功神器 欸那我這個 你這個lucky egg是什麼東西啊 幸運蛋 幸運蛋 幸運蛋啊 我的噴火龍一直裝著這個東西 不知道是幸運蛋 他用來幹嘛呢 能幹什麼 可能是增加暴擊機率的吧 我還沒去查欸 要去查一下才知道 為什麼你們都有 痕跡 我來打怪升級了 我來打怪升級了 不開心 是說好的去挖化石嗎 又想偷懶 又想偷懶 交給你們 好啦好啦好啦 在20層到50層那邊 可能會有啦 所以我們這一集是尋找 化石 神奇寶貝距離的喔 日旅 阿對我們之前的礦坑已經被填起來了 我們是不是要找另外一個洞 然後挖下去 欸有一條藍色的 像水蛇一樣的小龍 我可以抓他嗎 不是哈克 那就是哈克龍啊 還要打BOSS啊 你已經蒐集的差不多啦 還沒啦 還要打BOSS 然後還要拿那個什麼石頭 有殭屍殺怪龍 瘋掉嗎 化石 欸看到了 小林快TP過去 TP過去 快過來 直播 欸怎麼這麼暗的 亮 天啊天啊 欸你們人欸 我怎麼沒看到你們人 我在另一邊玩 蛤 終於是看 終於是 差點爆出 終於是看到BOSS 差點就爆出了 天啊 欸 欸 你們怎麼是隱形的 沒有啊 沒有啊 要挖掉 真的沒看到你們人欸 哎呀你先挖化石 挖掉了 挖了啦 我只看見熊王欸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根本沒過去啊 能看到我才應該是我卡 可是我又沒有卡 為什麼會挖不掉你 蛤 欸我又看到一個化石了 喔耶 我又看到一個了 哈哈哈哈 我要下來 你看粉魚都卡掉了 結果這一次 也就獲得了 兩組鐵礦 以及 十九個 兩組又十九個鐵礦 然後 兩個化石 你在幹嘛放 好 我們再來看看 這兩個化石會變成什麼東西吧 嗯 喔還有三個火之石碎片 欸這樣我們就有十五個了 再來三個就可以做兩個火之石了 喔清洗完畢 丟進去看到會變成什麼 欸這是 這會不會是那個啊 啊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啊那個 第一代的吧 第一 第一季的那個 什麼 是嗎 快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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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變快變 欸可以了 唷 唷 唷 對到這東西 怎麼這麼難看啊 天啊 還會亂跑 好 再把最後這一個也丟進去看一下 欸 欸 欸 怎麼什麼都沒有呢 好吧等一下他就會出來 練等去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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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雖然這一隻原本叫什麼 我有點忘了 他進化之後叫什麼 我更不知道他是什麼 不過記得他好像就是只能進化一次吧 好像要投錘什麼的 看一下 好難看 難看就丟掉 難看就丟給熊龍 熊龍要哭了 啊熊龍已經把這隻拿出來了 有沒有好看一點的啊 這隻的 沒有這隻也蠻難看的 好了各位 所以我們最後呢就是獲得了 這兩隻 那這一集也就只能在這裡先告一個段落啦 欸不要跟我對戰 我的等級這麼低 你還想要跟我對戰 好啦我們這一集只能到這裡結束了 先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